大家好,分享科技,分享生活 在上一期视频教程的节目里 我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在华为手机上面完美的安装原生的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 不过如果你的华为手机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EMUI11的话 需要降级系统到EMUI10才能正常安装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 但是有的朋友反馈说在电脑上面用华为的HiSuit工具连接手机后 在系统升级中没有回退到老版本的这个选项 无法降级或者无法通过HiSuit降级到你想要的更低版本的EMUI系统 那么本期视频会跟大家分享的教程将会完美的解决这个降级EMUI的问题 我将会详细的演示如何一步到位 就是一步到位一次性的将你的华为手机降级到 你想要的任何一个旧版本的EMUI的系统 在完成降级后就可以完美的通过我上期的视频教程 来完美的安装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了 这个方法适用于华为的P40、Mate 30、Nova 6、荣耀的V30 Pro等华为的手机 降级手机系统会清空你手机中的所有数据 所以请提前做好手机中数据的备份 那好 我们开始吧 Let's go OK 现在欢迎来到我的手机 我给大家本次给大家演示的是用的是我的华为的Nova 6 5G 这个手机 OK 我们先打开这边的设置 看一下这个手机的一个版本 关于手机里面 在这边关于手机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版本的话是10.1.0.218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的话型号的话是WLZ-AN00 然后我这边的话给大家演示 我会把它降级到10.1.0.216 当然因为我这边的话Nova 6的话 其实到218的话 它已经支持安装谷歌应用商店和谷歌框架了 所以说我给大家演示的话就降到216 但如果说你这边的话手机是华为的P40啊 P40 Pro啊等等 那你这边的话需要降级到10.1.0.150之下的 比如150之下就是1312等等 然后我接下来会给大家演示 通过这个方法来降级到任何的你想要的那个旧版本 可以回退到之前任何的旧版本 这个方法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一步到位的去回退 OK 然后我这边手机的话我先推小话 然后我先放一边 然后我们来到我的电脑 再看一看这边的电脑 然后这边的话在开始我们降级这个之前呢 我们需要去打开这三个网站 这这个网站的网址的话 我会分享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对应的链接去这三个网站上面去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这三个网站的功能啊 首先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是一个下载 这个叫Hysuit 11.0.0.510 这样一个Hysuit一个版本 请记住必须要用这个版本来 来来那个回退那个固件 就是那个降级固件 因为这个版本的话 它必须要跟配对应的这个Github上面的 这个大神开发的这个 叫Proxy 叫Hysuit Proxy 这样一个工具 它的原理是通过它一个代理 通过这个代理工具 然后能够去直接回退到你想要的旧版本的那个华为的那个手机固件 所以说用这个版本 就是在这边下载二三五这一行 就是Support to EMUI的8Below Firmware 这样这个这一条里面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面的打开这里 Asset里面的这个Hysuit Proxy 点击这个下载这个工具 通过这个代理 然后去再配合这个Hysuit 去降级你的那个华为的一个手机固件 然后呢 这是两个网站的一个用途 然后这个网站的话 就是通过这个网站上面去找到对应的 你想要的任何的旧版本的一个固件的一个版本 通过这个版本的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地址 然后自它会自动添加到这个 Hi Proxy HiSuit Proxy这个应用工具里面去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Hysuit 这个版本这个应用去这个Hysuit 这个工具去降级你的华为手机了 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一步到尾 你可以降级到你想要的任何的旧版本的一个固件 OK 那我们先下载这个HiSuit这个版本 OK 点击download OK 现在已经在下载了 这个HiSuit这样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是广告 然后就把它关掉 OK 然后的话再去下载这个 Github上面的 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Github这个大神开发的这个工具 这个最新版的不要下载 我们要下载下面的235这边 就是support to EMUI8 below firmware 到它下面 然后点击这边的HiSuit Proxy 点击它 去下载这个HiSuit Proxy的这样一个工具 OK 这边其实下载还挺快的 已经下载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就等待这个HiSuit 这个工具的一个下载 OK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两个工具都已经下载完成了 一个是HiSuit Proxy代理工具 和一个HiSuit的一个应用工具 OK 然后我们先安装这个华为的HiSuit的一个应用工具 这个工具是用来给你的华为手机用来降级的 我们双击安装 到这边点击我同意 然后点击开始安装 OK 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这边点点击开始体验 好 打开这个HiSuit 然后HiSuit打开了以后呢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 打开手机 然后用USB连接你的电脑 这边的USB就是连接你的华为手机 OK 我们点插插入USB连接 插入以后的话 这个时候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我们可以这边看一下 然后选择这边的传输文件 这边有一个传输文件 选择传输文件这个方式 好 进去以后的话呢 下一步就是 始终允许这台计算机 这边的话点击打高 始终允许 然后这边的话 连接HiSuit HDB的调试模式 我们点击确定 好 然后手机上已经确认了 我们点击已在手机上确认 OK 将在你的设备上安装新版的华为手机助手 以便管理你的管理服务 OK 点击确定 OK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时候跳出一个授权的一个对话框 然后我们这边点击确定 然后这边点击始终允许 受予它的一个HiSuit的一个权限 始终允许 等等 好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一串链接的密码 我们这边输入这个密码对应的25814201 25814201 输入好了以后点击 立即连接 OK 现在已经手机已经连接到这个HiSuit这个工具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打开这个HiSuit Proxy 把它解压缩出来 解压缩到文件夹 然后我们双击打开这个工具 代理工具 通过这个代理工具 然后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将你的手机固件 降级到任何你想要的任何的版本 OK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这是那个固件的地址 我们首先要把这些固件地址全部删除 删除 删除 OK 三个已经删除了 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用到我们的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网址了 就是华为的Fone的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上面去找到你想要的对应的固件 旧版本的固件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在你的手机上面需要输入一串指令 从而能够去查找你的手机对应的型号 那那个指令是多少呢 我们回到桌面 OK 回到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输入这一串指令 这串指令的话是我们打开那个拨号的一个界面 然后打开拨号界面以后的话 你可以然后输入那个 心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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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65792846579 然后是 仅仅仅仅仅 这个时候的话就手机就会进入一个工程模式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选择这里面的第二款 第二个选项就单版信息查询 选中单版就第二个2 然后进 选择这个单版信息查询 选择第二个2 进去以后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这边的版本信息 OK 然后进入以后的话 把这个窗口划到最底下 最最最最下面 我们需要看的是哪几个参数呢 非常重要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这个参数搞错了 就会有可能你把你的手机刷成刷成砖了 OK 我们要看的就是OK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边的一个基础包版本号 就这个基础包版本号和定制包版本号和预装包版本号 这三个文件对应的一个版本 一定要看清楚 这边的话对应的C00 就是你的一个所属的区域 还有C0024 对应的也是一个所属的一个区域 对应的预装版本的一个号码 所以说这括弧里面的这几个数字是非常关键的 你必须要跟你的这个版本相匹配 待会就是在选择这个版本的时候 OK 那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OK这个网站的话 首先输入你的手机的一个型号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型号就会在这边有显示 可以看到机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型号的话 是你可以看到在WLZ 就是定制包版本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定制包版本 WLZ-AN00 我们再放近一点 就WLZ-AN00 就是这边的定制包版本号 WLZ-AN00 这个是你的手机型号 不要输错了 我们WLZ 我们输一下 WLZ-AN00 OK 这个是对应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过滤出来了 所有的WLZ-AN00 这个手机型号的对应的一个版本 OK 定制包版本 然后区域的话 这是括弧里面的 所以这个区域是非常关键的 千万不要输错了 这个区域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区域的话 是我这边的区域的话 是C00 区域是属于C00 所以这边的话就需要输C00 C00 C00 就是对应的你这个手机所属的一个区域 找到你这个手机对应区域的这个固件 不要刷错了 OK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 然后输一个target version 对应的版本号 这边的话你可以过滤 因为我们要把它降级到10.1的对应的一个版本 好 现在过滤出来的话 就是所有的 就是10.1这个版本的 所有的适合这个 我这个手机型号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这个手机的一个区域 对应的区域是C00的一个 一个固件的一个版本 都已经过滤出来了 OK 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版本 又可以看到有218 218就是当前我这个手机的一个版本 它就是218的一个版本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降 降到217 或者216 或者213 都可以的 你这边的话 只可以降到你旧版本 任何的旧版本 10.1的一个旧版本 10.10 这些都可以降213 然后的话 再往下可以看到 最旧的应该是 10.1 10.0 10.77 这个是10.1对应的 我这个nova6的一个 最旧的一个版本 CHM代表的是中国 CHM代表的是中国 OK 那我们接下来要选择对应的 把三个地址要填进去 刚才我给大家演示 这边的话 你要填三个地址 就是基础包 Base PKG 基础包 Cast PKG 就对应的一个定制包 和最后一个就Preload 就预装包 预装包三个包的一个地址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网站来找到它 OK 如果说你这边的手机型号是另外一款 比如是P40 华为的P40的话 你这边输入这个型号 输入对应的那个 你的手机的区域 就括弧里面的对应的区域 就这边的括弧里面的对应的区域 就C00 然后最后的区域C00 然后版本号的话就选择10.1 你这边可能会找到 你这边P40的话 应该能降级到10.1.0.131 这样一个版本 你需要直接降到P40 降到10.1.0的131 你可以对应的 你这边手机的一个型号和版本 你可以选择你对应的一个版本 OK 那我这边的话是 NOVA6 那我这边选择一个什么版本呢 我们我直接把它降到 跳过 我们可以跳过217 直接可以降到你想要的版本 那我们这边直接降到216 那我们这边 WLZ-LGPRCHN 这是一个基础包 就BASE 基础包 那这个基础包 我这边点击add room 直接降到216 OK 然后降到216 这边加入的进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BASE PKG 就基础包的这个216的这个固件的这个地址 已经加到这个代理工具里面去了 OK 然后第一步已经做好了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你要去找到它这个对应的定制包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定制包 定制包版本号 那你现在定制包 括弧里面的这个C00是非常关键的 不要不要找错了 对应的就要找一个C00的一个对应的定制包 是我这边的话是手机的那个定制包的话 是10.1.0.210括弧C00 那我们这边找一下定制包 定制包这边英文的话是带有CAST结尾的 这边的话是一个CAST结尾的一个定制包 那我们这边C00这个210 对应的就是我的我想找到那个定制包CAST 210.210.C00 那我这边的话就选中这个定制包 不要选错了 点击add room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的话 定制包的地址也已经在这个上面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要找到对应的那个叫预装包 这边的预装包 这边的预装包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我的对应的型号的话 这边的话是C0024 这边的话是C0024 对应的是10.1.0.1 C0024 OK 这个千万不要选错了 你一定要选择你对应的这个括弧里面的就这个 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个型号 就是C0024 我这边的话是C0024 那你这边的话可能是另外的一串数字 你一定要选择对应的那个数字 对应我这边是C0024 OK 那我找一下我这边的对应的那个预装包 我们可以看一下 预装包英文 这里面的英文的话应该是pre 带pre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preload preload就是预装包 那我这个C0025就不是我要的那个型号了 我的型号是C0024 那我就是这个型号 C002410.1.0.1 OK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preload 就预装载预装包 OK 我们这边点击 C0024点击add OK 然后这边差不多进去完成了 大功告成 然后对应的这三个那个三个包的一个地址都已经找到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选择 这边我们这边选择一个叫rollback 选择这个rollback就是回退 rollback 选择了回退以后 就这边的那个rollback选择了回退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setup 点击setup 然后点击是 弹出点击是 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过程的一个窗口 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先缩小 OK 然后这边的话 它已经对这个刚才安装的华为的那个hysuit进行了一个代码 就是一个代理进行了一个代理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桌面上面会多出一个图标 跟刚才那个图标是不一样的 然后刚才那个hysuit其实它已经自动关闭了 你可以看到那个hysuit已经关闭了 那我们现在就需要用到这个hysuit已经代理过的这个hysuit去打开这个用它来进行一个降级 OK我们现在打开这个hysuit 然后点击是 好 要请注意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通过这边 我们回到桌面 拔一下数据线 拔掉数据线 然后再插上数据线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一样的同样的你需要选择这边的传输文件 选择传输文件 这边传输文件 选中它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做打开一个usb的一个调试的一个工具 在这边打开设置 我们需要打开它的usb调试 然后打开设置 然后设置里面的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手机关于手机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这边进入一个工程模式调试模式 一直单击它 好 现在双击了以后的话 它会弹出就是一直双击这边的话 就弹出一个 我们已经进入了工程模式了 就双击这个一直一直单击这个版本号码 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工程模式 打开了工程模式返回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的系统和更新里面进去以后 就会有一个叫 这边可以看到有个开发人员选项 这边有个开发人员的一个选项 我们点击进去开发人员选项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打开那个往下往下翻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usb的一个调试 打开usb调试 然后让我们点击确定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已经usb的调试打开了 这边ok 弹出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我们这边打勾 始终允许 这在计算进行调试 我们点击确定 ok 确定好了以后的话 我们这边在这个电脑上面 ok 现在出现了一串密码 我们这边输入密码 把手机跟那个 hysuit进行连接 63086286 86286 ok我们点击立即连接 ok 现在已经正常连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把手机放一边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边点击这边系统更新 你就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 回退的那个版本 我们点击系统更新 然后他就直接回退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版本 刚才我们选择的那个版本是216 我们当前是218嘛 然后我们刚才选择的那个 在那个网站上面 选择的那个版本的话 是216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就是216 所以说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hysuitproxy 这个工具 来代理 从而能够直接跳到 你想要的任何的旧版本 就是你想要降级的 任何的一个旧版本 就可以通过这个hysuitproxy 这个工具来代理 然后呢 你通过这个网站 去找到你要的 任何的一个旧版本 你可以跳过 之前的那个旧版本 你可以直接跳过 若干个版本 从而降级到 你想要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的话 能够支持安装谷歌框架 和谷歌应用商店 这样就完美的解决了 这个问题 所以说可以直接 通过一步到位 一枪头 直接降级到 你想要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能够支持 正常的完美的安装 谷歌应用商店 和谷歌框架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这个是216这个版本 那我们点击这边的一个恢复 点击它 点击它 当然你在这之前的话 请先要备份好 你手机里面的那些数据 因为这个回退版本的话 是会清空你的 手机里面的所有的数据 所以说请提前做好一个 备份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等待这个 固件的一个下载 下载完成 然后安装 然后就可以回退到 你想要的那个版本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耐心的等待 这个下载速度的话 是稍微有点慢的 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吧 OK 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这边下载的进度 一定掉到99%了 我这边的下载速度 一直在1.5兆 每秒左右 所以说这个固件的话 一般这个固件的话 大概在5个GB左右 所以说需要等待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等到下载100%以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进入一个 回退 就是安装固件 到你的华为手机的 这样一个过程 相对来说 会比这个下载固件的速度 会稍微快一点 OK 现在已经到100%了 接下来的话 就是安装固件的这样一个流程 OK 这边显示已经升级完成 然后已经升级完成 设备正在重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手机 它已经是正在处于重启的 一个状态 已经细屏了 好 重启了 重启了以后的话 应该会恢复到一个出厂状态 升级好 就回退好以后的216的这样的版本 可以现在可以看到 它正在校验升级包 OK 升级包99% 安装升级包 差不多快完成了 OK 100% 然后手机再次重启 然后是重启以后的话 进行一个低级的一个格式化 这手机进行一个格式化 格式化完成了以后的话 应该是直接可以进入 那个刷机以后的 回退以后的 那个216版本的这个系统了 开机音乐响起 OK 现在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一个设置了 进入这个设置界面了 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设置 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设置 重新进入系统 下一步 下一步 跳过 没有化为场合 稍后设置 点击下一步 设置为新的设备 开始实用 手势进行一个 OK 然后我们简单的设置完成 然后进入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 第一次进入这个桌面 看一下这个版本号 关于手机 现在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版本号的话 我们一回退了 10.1.0.216 所以说现在到这个版本的话 你就可以去安装那个谷歌的原生的那个框架和谷歌的应用商店了 然后说你这边的话是其他的那个型号 比如像是华为的P40啊 你这边的话降级以后的话 降级到10.1.0.131 就可以去正常的安装这个谷歌框架了 OK 所以说这个降级的方法是非常好用的 一步到位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的话 去跳过若干个版本 直接降到 降级到你想要的这个版本 然后就要的那个最低的那个版本 然后就可以安装谷歌框架了 至于如何安装原生的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我会把这个如何安装谷歌框架 谷歌应用商店这个视频的教程 放在这个这个视频的下方的那个链接里面 你可以继续去查看那个链 查看那个视频去一步 他那个视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如何去安装 这个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 然后你就可以完美的安装谷歌框架和谷歌应用商店了 OK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